今天花了5块多钱买了6块的老豆腐 今天就用这个老豆腐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麻辣豆腐乳的做法 接下来把豆腐直接给它混在清水中 用清水随便给它清洗清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混在菜篮子里面一水备用 一干水分之后我们给它混在菜板上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小块 像这样的小块也可以 切好之后我们均匀的给它摆放在笼梯里 摆放的时候给它摆放开一点 让此方法全部都给它摆放在笼梯里 接下来蒸锅里面烧适量的清水 盖住盖住 大火先把水煮开 好水上去以后 我们直接给它放在笼梯上面去 一定记住水开上去蒸 蒸一下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使豆腐更有韧性 不容易开 第二个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好我们现在已经蒸至五分钟了 时间千万不要蒸太长 蒸时间长 这个豆腐就空了 然后我给它放在一边 先给它冷凉 冷一会儿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 趁着在料豆腐的时间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天做糊涂啊 就用这个糊涂曲 我们五克的糊涂曲 然后呢给它倒入在干净的碗里面 这五克可以做三斤的豆腐 然后加35度左右的温水 50克用少量的温水把它化开 水温千万不要热了 要热的话会把酒取烫死 后期发酵了会有影响 接下来我们把冷凉的豆腐 像这样我们给它滚一圈 沾到这个糊涂水里都可以了 做好之后 我们呢还按刚刚的衣饰给它摆好 全部呢都像这样子 给它摆上糊涂曲 那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晃在蒸锅上 我们给它盖住盖子 近晃个一个星期左右 我们的豆腐现在呢 已经第三天了哈 打开盖子让大家看一下 上面布满了军湿 这个是我们刚刚掀盖子的时候啊 上面滴的水 其实啊它是不能轻易打开的 打开呢 就会影响这个长军湿的过程 为了让大家见证一下呢 我们呢就是先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程度啊就差不多了哈 现在啊已经闻到香味了 也就是臭豆腐那一种香味哈 我们先给它盖住盖子 到下午我们再来做 豆腐没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给容器消毒 我们把锅里面放两根筷子 然后呢 把罐子里面倒上清水 把锅里面也倒上清水 瓶子的底部 不可以直接接入锅底 那样可以容易炸的 凉水开始煮 把它煮开以后 5分钟即可 趁着锅里容器在锅里消毒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准备 因为这个是包皮芝麻 我们呢也没有洗 这个芝麻在锅里面炒很容易糊 这个时候我们把食盐也都倒进去 一起翻炒 这样炒的时候芝麻就不容易糊了 用小火慢炒 随便炒一炒 现在芝麻炒得鼓鼓的 闻起来香喷喷的 像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辣椒面和这个花椒粉 也给它倒进去 随便给它炒一下 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就可以了哈 好 出锅 我们出锅以后 继续再给它翻拌两下 等锅不热了 给它凉备用 所有的准备工作准备好以后 我们的容器呢也已经消化毒了 我们先给它捞出 给它冷凉 泡烧下控干水分 接下来老板要来看看 哇 菌丝长得特别的均匀 特别的丰富 看到没有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 哇 我们做毛豆腐那么简单 三天就能搞定 想吃臭豆腐 豆腐乳 红油豆腐乳 麻辣豆腐乳 五香豆腐乳 都要从毛豆腐开始做哦 想吃的给我留言 我一样一样的给大家制作 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五十多度的高度白酒 然后我们把上面喷点白酒 第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第二个可以蒸香 我们酒喷上完以后 我们拿一块豆腐 直接给它晃入 我们提前预拌好的条件里面 给它滚一圈 滚好之后 直接给它晃入我们提前消火毒的玻璃容器里 按此方法 把所有的豆腐全部都在这儿滚完 要想吃臭豆腐啊 请给我留言 下一期我专门来给大家制作一个臭豆腐 煎肉吃特别的香哈 我们把剩下来的调料 给它撒在上面 分头的时候 我们呢 多喷一点白酒 第一个可以保鲜 忘的时间更长 第二个可以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分头的时候撒点盐 盐要多撒一点 盐一般往下边撑 上面要是有盐的话 上面不坏 下面不容易坏 盐呢我又撒了又60克哈 开始加了60克 最后又分头又加了60克 然后我们盖上一个保鲜膜 分紧盖子 我们给它拧紧以后 给它晃到一个不碍事的地方 室温给它晃个15天左右 就可以开吃了 像这样我们的麻辣豆腐乳就做好了 才过了一天的时间 为了给大家出视频 我现在打开盖子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处一块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豆腐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从外边的来看哈 靠外边的这个已经慢慢的乳化了 但是这个里面的还没有 这刚刚才割了一天嘛 但是吃起来也特别的入味 也特别的香 真的很好吃 味道特别正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余杰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